霍去病出生在一个传奇性的家庭 她是平阳公主府的女奴魏绍尔 与平阳县小丽霍仲儒的儿子 这位小丽不敢承认自己跟公主的女奴私通 于是霍去病只能以私生子的身份降世 公元前117年 年仅23岁的大将军霍去病过世 陪葬茂林 取义病武于广地 彰显其克敌抚远 英勇作战 扩充疆土之意 然而 关于这位英才早逝的原因 史学界总共给出了三种说法 分别是病逝说 瘟疫说 与退隐说 可以说这三种说法均存在漏洞 所以祸去病之死 也就成了难以揭开的谜团 史书中并未描写或许病有任何身体异常 且司马迁在记录此事时也颇为的扑术迷离 仅用一个簇字 便使这位大将军草草收尾 却用大量笔墨渲染汉武帝替这位将才操办葬礼的场面 司马迁其人速来秉持着严谨的态度写历史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 只能解释为司马迁根本不了解祸去病的死因 可以说如此一位享誉圣名的年轻将军去世 而作为史官的司马迁却并未听闻细节 只能解释为官方隐瞒了其具体的情况 或许当时舆论流传或去病病是 但是司马迁却不相信 所以仅用一个簇字 表明自己也并不清楚其中细节 至于瘟疫说 或去病死在了漠北大战两年后 有什么北方瘟疫能够在人体内潜伏两年 况且若或去病染上了一种潜伏期长达两年的瘟疫 那么跟随他一同征战漠北的士兵 必会有人共同染病 但是史书中根本没有瘟疫病死后 士兵大规模死亡的记载 归隐一说更是无稽之谈 纯属后人为了完美结局的想象罢了 在与北方异族征战后 双方国力均衰败不堪 为了休养生息 匈奴请求和亲 双方霸斗 汉朝派遣特使前往匈奴和谈 然而匈奴此时却反悔了 与汉朝撕破脸皮 将史臣软禁起来 执汉武帝勃然大怒 打算再给匈奴一个教训 在这一时期 瘟疫若隐退 不易于置国家于不顾 其实史书中早就给我们透露了一些细节 需要我们自己去推敲 首先 汉武帝有意栽培获取病 同时打压魏清的地位 此二人虽是旧生 但是魏清名声太盛 又身居高位 姐姐是皇后 有极强的人格魅力 广罗门声 就算是魏清平日做人低调 但难免会惹来汉武帝的忌惮 为了制衡魏清 所以汉武帝开始栽培获取病上位 毕竟 获取病性格十分的油盐不尽 对政治不感兴趣 对汉武帝毫无威胁 由此可见 魏清虽不会对自己的外甥起歹心 但是魏氏集团自然不会眼见 获取病做大 他们一定会保住魏清的地位 放畏魏氏集团的核心利益 其次 墨北之战时期 李广受到挑唆自尽身亡 李家人都觉得是魏清从中作梗 所以 对魏氏集团心生不满 最终也就有了李感击伤魏清 而魏清事后 暂未追究一事 然而 在一年后 霍取病获知此事 十分愤怒 直接将李感当众射杀了 那么 在这一年中 发生了什么密室呢 原来 丞相李菜 也就是李广的弟弟 因为占了汉景帝的陵墓土地 而被打入大狱 在狱中自杀 一个丞相 为什么会愚蠢到侵占先皇的安息之所呢 而此事仅过了半年 或许病便将李感当众格杀 就这样 李家在朝廷的势力 土崩瓦解 极有可能是卫士集团在其中操作 在除掉李广后 逐渐被皇帝冷落的卫士集团 不可能坐视李菜 在朝堂中顺风顺水 所以便密谋使李菜下雨 此外 斩草除根 缩使霍取病除掉李感 这样既能彻底拔出李家 在朝廷中的势力 还会让霍取病当众杀人一事 在皇帝心中留下阴影 在汉武帝心中 难免会对霍取病产生想法 这可谓是一石多鸟 次年 霍取病联合文武百官 请求汉武帝将三个皇子策立为王 汉武帝迫于群臣 只能妥协 表面上看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世界 但其中几个细节 十分扑朔迷离 首先 霍取病平日里 无心朝政 怎会插手到皇子们的册封中呢 其次 这三位皇子封王 受益最大的 是太子刘聚 实际上 受益最大的 还是背后的卫士集团 霍取病是个聪明人 他十分清楚此举的后果 但是 他却是一个重情义的人 在漠北之战后 汉武帝对自己的清新栽培 无意间打压了舅舅魏清 如果自己能够做些什么 巩固自己和卫士集团的关系 那他绝对十分愿意 由此可见 霍取病之死与卫士集团 脱不开关系 并且 霍取病这样的将军 十分孤高 平日里没什么朋友 手下追随他 只是为了战功犒赏 而自己的舅舅魏清 也因为汉武帝的打压 与自己日渐疏远 这对霍取病来说的打击 是巨大的 性格极端的霍取病 最终极有可能 在别人的唆事下 自尽明智 霍取病死后 汉武帝虽悲伤过度 但是却并未迁怒任何人 这也更加表明了 霍取病之死 很有可能是选择了自我毁灭 汉武帝对霍取病的死 非常悲伤 他调来铁甲军 列城镇 沿着长安一直排到 茂陵东的霍取病墓 他还下令将霍取病的坟墓 修成祁连山的模样 彰显他立刻匈奴的奇功 过去并因年早逝 壮之为仇 消灭匈奴 过去并没有完成 可两百年后 有因为被人称为是恶霸的将领 实现了 这个人就是窦县 汉河帝元年六月 到汉元第二月 窦县率领汉军 联合南匈奴联军 经过三个阶段的作战 终于彻底打败了北匈奴 获得了汉朝攻打匈奴的 彻底性胜利 窦县是东汉开国功勋 窦容的后代 汉章帝时 由于妹妹被立为皇后 窦县宠贵日盛 王公侧母 在率军剿灭匈奴前 窦县是一个十足的恶霸 甚至连皇帝妹妹 沁水公主的庄园 都惦记着 是工业声势 罪已建职 请夺沁水公主原田 主逼位 不敢计 然而 窦县却是一个 非常有能力的将领 被皇帝受一车骑将军 奉命讨伐北匈奴 史记记载 窦县攻打北匈奴有两次 分别如下 第一次 公元89年 窦县率领汉军1.8万人 并派出渡辽将军邓宏 和早已投降汉朝的南匈奴 善宇 各率骑兵1.8人 共三路大军 经过一段时间的激战 终于攻入了北匈奴核心地带 展明王以下万三千级 或牲口马 或牲口马 羊 驼驼 百余万头 于是 于是 温都须 约竹 温武 苏曲王 柳低等八十一部率重响者 前后二十余万人 第二次 公元91年 窦县再次领兵出征 汉军在金威山大战北匈奴 这次交战 汉军彻底消灭北匈奴 大破之 客户甚重 北山鱼逃走 不知所在 经过这两次大战 北匈奴主力被彻底消灭 至于北匈奴残佈的最终去向 史书也没有记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